好像套裝 不知道國外哪裡有 但是義大利 根本不可能有這個東西 義大利不用是不是 欸 等一下 私底下在聊 好想聽你私底下聊的東西 對啊 因為在台灣都會在一些 觀光景點 或是非常的明目張檔 看到這些東西 你說是九份嗎 九份有這 欸 西門也有欸 我是林業師也有啊 所以你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吃過 現在好像那家店還有 叫三十三間堂 那個老闆娘有夠兇喔 就是兇到說你進去是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什麼 這只要會做啦 沒有看到大家的嗎 然後直接點菜嘛 他就會過來 他說不好意思老闆娘請問你 沒有招牌啦 我跟你講 我幫你點 你不要選 他的店的特色是說 他就是聘請的這一些 在你看他店裡看得到的 所有的女員工 全部都是受虐婦女 你就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兇 但是很有愛心你知道嗎 分忠 欸 老闆我們要喝咖啡喔 他到底在忙什麼 因為我們看左看右 完全沒有什麼客人欸 我們進去說 欸 老闆不好意思 我們要喝咖啡 他說我聽到了啦 我等一下要為你們弄了 你們不能進來這邊耶 他已經很不耐煩耶 結果我仔細看 我說那你在幹嘛 他說 我現在在洗狗嘛 等一下好了 對啊 你的狗皮膚重要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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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有沒有幫你弄咖啡狗生病 你真的沒有很愛心耶 對啊 咖啡前都陪進去 哇 好誇張喔 好啦 狗皮膚重要 他之前就去看過一個種 貓 裡面有貓頭鷹的咖啡廳耶 貓頭鷹咖啡廳 陪你喝咖啡 哇 那這個真的不得了 對 那還有另外一家呢 欸 貓頭鷹陪你喝咖啡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草泥馬陪你喝咖啡 草泥馬陪你喝咖啡 就是你喝一喝草泥馬 會在你面前走來走去這樣 穿梭 你還可以給他餵食一下 不要亂餵食 但是他就是可以陪你喝咖啡 你不覺得這店很有特色嗎 這真的都滿好的耶 對 我有一次去歐洲 我也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服裝店 喔 有比你身上這件特別嗎 身上這件是我們車隊的新制服 你覺得滿意嗎 滿意滿意 那個服裝店有多特別 你知道嗎 你在台灣的服裝店 櫥窗裡面都是那個假模特兒 在展示衣服嘛 對不對 就很千篇一律嘛 我去那邊看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每一個櫥窗裡面 都有一個真人 是一個小姐在展示他的衣服喔 而且每一套衣服都很漂亮 每一個櫥窗有不同的人 不同Style的衣服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手勢 什麼手勢 就是他在櫥窗裡面 然後一直對著我這樣 所以他眼睛不舒服 嘿嘿 就這樣子 那我想說 這樣子的通用的語言 應該就是叫我進去嘛 那我就進去了 然後咧 為什麼咧 因為我是被兩個黑衣人嫁出來 然後我的卡也爆 你為什麼出國都去這些地方 沒有 就是沒有看過 我們今天是要聊你那種店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而且外國朋友他們來到台灣 也覺得台灣有一些店 真的他們沒開 近年隨著消費型態不斷改變 特色的店家及服務也越來越新潮 今天就跟著型男和來賓來分析 究竟現在各國 流行哪些特別的店家呢 請問一下你們來台灣 讓你們能夠大開眼界的 有哪些店呢 來… 就是電話亭KTV 這很熱門 這有去過嗎 這有去過嗎 有去過嗎 這很特別 我最近第一次去 然後真的很驚訝的 這個一般是排隊的 因為你們兩個人死都不出來啊 沒錯 對 重點是排隊很久 所以我看到排隊就覺得 那也很好奇 就試試看我也排隊 我覺得一開始透明 所以就覺得有點害那個 就是害羞的感覺 害羞啊 而且都沒有鑰匙耶 都不能門鎖 但是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 妳想要可以鎖的 對 妳知道嗎 妳想什麼 她想要鎖起來有卡電 OK 對 然後 一首歌是大概30塊嘛 然後大家都 在投幣 然後一直唱歌 裡面是載著耳機 然後麥克風 其實 我聽到的是 回應的那種很大聲的 可是在外面的人都聽不到的 因為載耳機的 所以其實很小聲 有時候她戴耳機 她就唱嘛 所以她也不知道自己唱得怎麼樣 很難說啊 因為妳聽不到自己在唱什麼嘛 對 而且很特別的是 裡面有那個 手機架 嗯 手機架 妳知道 妳可以自己錄 對 我是去那個阿獨哥放六樓的那家 然後可以那個價格 這雙子 然後可以錄影 對 很多人都在那邊直播 所以三位都有去過囉 有 而且現在他們已經可以用 或者支付寶信用卡刷都可以 對 而且她多棒一點也可以當點 你知道嗎 一首歌五十塊 妳唱完就可以走了 對啊 然後也可以買套餐的 可是一首歌五十塊很貴耶 三十塊 三十塊 三十塊很貴耶 對 因為那個日本都沒有這種的文化 以前有這種店 可是沒有紅道 是因為日本的那個KTV 本來就一個人都去了 對 對 可能是因為這個在台灣很紅 是因為台灣人是 千貴的印象都是都 大家都一起去 對 可是一個人的話很尷尬 所以才會有這種的嗎 對 對 我覺得很特別的 也不是一個人尷尬 因為如果尷尬 他就不會做透明的 應該是說一個人想唱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 對 你隨便 比較便宜啦 你一個人如果去到那個KTV 開一個包廂很貴 而且外面還有很多免費的觀眾啊 因為大家在等 對 在等你 都會很醜 對啊 很適合那種 你打電話給朋友 朋友都已讀不回的那些人 去唱剛好 這 就只有你會有什麼 對啊 嘿嘿這個很棒 這很棒很棒 很特別的 喔 彩草莓啊 超奇怪 哪裡奇怪 哪裡奇怪 這種嗎 美國都是要 偷別人的 什麼偷別人的 隨便採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一個台灣朋友 他跟我講說 欸 你要不要吃草莓 我說 可以啊 可以啊 他說那我們去採 我說要採 我說採草莓採可以吃嗎 他說對啊 很好玩耶 我說是不是很好玩耶 有錢賺嗎 他說 什麼錢賺 這是要付錢啊 嗯 要付什麼錢耶 欸 我們在美國一定要 採這個東西 才可以賺錢 喔 就是要付錢的你就沒錢 這種活動就是我們 美國的外撈在做 那你外面採 買草莓要不要錢嗎 要錢啊 那你不用自己採啊 對啊 那你就多一個採的樂趣啊 你以為不要採啊 樂趣耶 不是 你不想採 你不想採 你就不要採 你就站在那邊這樣啊 要吃的啊 沒有啊 採是苦工耶 我同意Justin啊 我真的搞不懂耶 我同意啊 我同意Justin 我們那邊也是啊 我們是 像是草莓去採鄰居的啊 不可以 對啊 可以嗎 可以嗎 鄰居知道嗎 來上去OK啦 對 因為採草莓 這體驗如果帶小孩去 就是多一個樂趣公共 好玩啊 這個戶外教學啊 要他們知道 草莓是長在哪裡 要不然他們都以為 草莓生下來就是一盒一盒的耶 對 真的 要知道的 好像不會讀書的樣子 沒有啦 這個還是有一個體驗 去體驗啦 帶小朋友去體驗啦 是 我要講的是 保鮮套世界 哦 就是保鮮套 那個 保鮮套專賣店這樣子 在國外就有了不是 有嗎 不不不不 我跟你說 我不知道國外哪裡有 但是義大利根本不可能有 義大利不用是不是 嗯 這個 等一下 私底下怎麼聊 對 因為我跟你說 我們義大利 你們一直說我們很開放 但是 好想聽你私底下聊的東西 對啊 義大利用不到是不是 我們義大利 敢說 不敢做 跟不敢給別人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覺得在台灣 都會在一些觀光景點 或是非常的明目張大 看到這些東西 義大利不可能 你說是九份嗎 九份有這個 欸 西門也有耶 但是 私林夜市也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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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進去看 大家都在那邊看著你 還要在那邊等 沒有人看 泡不進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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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覺得他很棒的 很台很有特色的一點 很棒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對 他跟情緒用品是不一樣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用很可愛的方式 把他們的包裝 包裝起來 啊 這不會剛剛啊 所以我觉得它有趣 然后也有宣传性教育的这个重要性 你知道我常常在那个西门经过 我没有开玩笑 我看到一些阿嬷用台语解释那些东东 是什么东西给孙子听 重点是很可爱 有趣 然后其实也可以用 小朋友听得懂的方式来宣传 性教育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很好 意大利如果你要吃这个东西 会满18岁 根本不能进去 所以即使有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有网路 所以其实还蛮发达 都很方便 但是我小时候 我们都等到我爸爸妈妈去上班 才看那个卫视 就是我们的电视 才会播放一些有的没的 我们才可以了解跟教育我们自己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偷偷来 来得不好 爸爸妈妈教才是对的 你爸爸妈妈有经验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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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蛮特别的 是 我们好好聊一下 我要介绍的是早餐店 对 对 真的 因为我觉得 韩国人没有早餐吗 韩国有早餐 妈妈帮我们煮 你讲的是像美儿美那种 对 就是麦威登之类的 对 专卖的早餐店 因为韩国人就是通常都会吃早餐 就是上班的人或者是学生 但是韩国在路上很少看到 专卖早餐店 对 其实也没有 对 没有 因为通常都是在家里煮 妈妈帮我们煮的吃 对不对 然后在台湾 我来台湾的时候就惊讶的是 学生跟公司上班的人都不用怕 因为每天都有早餐可以吃 对 而且不需要自己煮 外面就可以买着吃 因为那 而且是那个现做的热热的 又便宜又快吃 又便宜又好吃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台湾真的是超棒的 哇 当饼为了 芬蘭有早餐店吗 没有 没有 就妈妈 爸爸就是早餐店 那圣诞老公公早上吃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就野麦啦 你会不会讲那些多 野麦 每一个芬蘭人都吃那个野麦粥啦 所以圣诞老公都吃野麦粥 我觉得台湾做得很精彩的 无人操商 对 台湾有吗 有 台湾有无人操商 有 已经有了 现在是对 对啊 新闻有报啊 对 它叫7-11 X-Store 哇 X-Store 真的还就很科技 对啊 所以其实芬蘭不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夸张 可以去台湾买双七零 就先帮你弄 我觉得哇 太棒了 然后可以 可以付那些账单 就觉得哇 怎么可能 台湾超市真的很多元 对啊 还可以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 保费 交罚单 对 真的 寄包裤 然后我去这个 我昨天去这个X-Store 因为我上个月都在芬蘭 然后我回来 我就听到有这个东西 我就去了 然后要办一个卡 然后很麻烦 可是后来就去了 然后我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 我很像一个阿嬷在用一个iPhone一样 就觉得 What is this 怎么 怎么用啊 然后就按啊 然后按错了 然后买那个东西的时候 本来要25块 可是因为没有把它躺下来 就50块 欸 为什么 然后后来就那个 因为它扫错 因为它都是电脑扫 然后我就 所以你就躺下来在地上了是不是 对啊 那我就 我就求救 然后那个店员后来又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还是有店员 对啊 那所以有一个店员他会帮忙 一开始应该还是有店员在旁边求救 所以我觉得其实 它没有那么实际 虽然很新鲜 很酷 而且会有一个 我在未来的感觉 但是 其实没有那么实际啦 还是要跟人家互动一下啦 那如果没有店员的话 不是可以偷东西吗 为什么要他要付钱 他有感应 你没有付钱他不会让你出去 他不会让你出去 你为什么要往歹路走呢 我个人是觉得 台湾现在超多这个夹娃娃机 太多了 太超多钱了 太大钱了 而且它现在就是你可能到一个店里面 它有各式各样的夹娃娃机 因为它不是会像那种 像我们去日本有很多夹娃机 可是它就真的是娃娃 那台湾是除了娃娃之外 有些什么3C产品 像什么手机啦 然后什么 那个喇叭音响 我之前还有朋友他们去看到就是 蔬果夹娃娃 夹娃娃机是夹蔬果的 夹青菜 夹萝卜 你就一次投10块钱就可以去夹 看你夹不夹得到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就想说反正都夹娃娃机 那这台已经是你的嘛 所以你想卖什么 你自己决定 对 然后他还会弄一些很特别 就是你很想要的 就是不好买的 比如说蒸拌面 他也放在里面给你夹 还有什么小鸡面 什么他也放在里面给你夹 真的 还有那种 比如说大家很夯的那种后奶茶或什么 反正现在最流行的东西 他都放在里面 好聪明喔 你自己租一台机器 你是要赚钱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 就是你自己想要放什么 你就放什么 所以他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去娃娃 那我可以去租一台机器 里面放很多型男的电话号码 喔可以 那你赚死啦 对不对 真的 他但是每一个都是梁鹤群的 还有那个 这个要被抓吧 抓的时候是 台湾比较松 然后那个日本的是比较紧 所以只有做两次的动作 其实是 呃 是 台湾的松 两次的动作 我先想想想想不懂了 他说的啊 没有啦 他说台湾松 对 就是台湾的 那个机器本来就会比较重 所以他才会有保夹 那也是因人而异 对 因为每一个 这到底怎么做才能成功啊 没有 那个每一个机台是可以微调的 对啦 所以要看台座 对 有保夹嘛 保证你夹得到的那个价钱 所以他们放东西 其实都是有他们的特色 一讲到这方面 行男们都好开心 另外就是 MTV MTV 这个非常非常酷 这没有了嘛 没有 这个韩国有 韩国人叫DVD坊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有这个 日本的朋友来台湾找我玩 然后他们 就是一票人来嘛 然后就说 晚上不晓得要做什么 没有事情干 我就说走 我们去看电影这样子 然后他一开始以为 我要带他们去那种电影院这样 结果后来来到这一间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有点怪怪的 然后开始每一个人 都有点面有难事的感觉 好像就是不太自在的感觉 我说怎么了吗这样 然后后来 因为他们当中有一对情侣 然后那一对情侣是还在发展 那种暧昧的阶段 然后我就说 这种 像MTV这种地方 就是在 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初期的阶段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现在还有人去MTV 就是以前的时候 现在去的话都是为了好玩 就是追求一下 以前学生时期的那种感觉 去了 那些外国朋友看完出来觉得怎么样 不是 他们那个时候在门口的时候 打死都不进去 那是日本人 因为他们就说 这个地方 尤其是那个日本女生 他说这种地方女生是不能来的 他也就是给人家看到的话 太丢脸了 这样 我说没有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可以 去租那个 年轻人啊 对 正常的吗 就是电影 正常的电影来看 然后如果是你错过那个上映的 你可以在那边看 而且 譬如说像看恐怖片啊什么的 你在这个自己的包厢里面 你可以自己大叫或什么里面管你 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包厢里面 可以吃牛肉面啊 吃水饺啊 可是一定很奇怪啊 非常非常方便这样 哪边 哪边 哪边你会觉得不适应 哪边你会觉得不适应 这很奇怪 我刚到台湾 我是台湾留学的时候 遇到一个认识台湾男生 她说 下下礼拜要不要去MTV这个地方 我说 MTV是什么呢 她说 这是可以看电影的 很好玩的地方 要不要去 我说 好啊 这很好玩嘛 看TV地方好啊 然后 这下下礼拜嘛 所以到之前 我跟台湾女生朋友说 我下下礼拜刚认识的男生 台湾男生一直去MTV 这应该很好玩嘛 她说 觉得不适应去 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哦 真的吗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能不能接受哦 然后 那算了 就 后来没有去 那你就不喜欢这个男生吗 可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跟女生同学真的就是去看电影 有啊 真的啊 而且我们都会很多人啊 对 如果是一大票人去的话 都是OK的 但是如果 那个算是在暧昧的阶段 然后如果是男生约女生去 然后女生也OK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很快 很快 对 就是大家有点心知肚明 就会觉得错了 这个应该是OK的 还好关键密语 对啦 所以 你有约去过吗 我还在那里打工过勒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打工 你打工过 那个有 打什么工 要打扫吗 去打工啊 真的啊 你就是厂商开门的那个 需要我们帮你变音吗 还是帮你遮住 不用啊 那你要抱什么料吗 没有什么料啊 讲讲看你以前碰过什么 你们是不是会故意去给人家开门 怕不能播 为什么不会播 没有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一开始进去是服务生嘛 你就是拿个托盘 拿个抹布嘛 然后也是穿这样嘛 穿这样嘛 然后那个机房的人 就会通知你说 比如说206 已经在上字幕了 表示看完了 那如果客人出来的话 就可以进去了 或者说客人还没出来 那可以稍微敲敲门说 我们已经放映完了 还有要续片吗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结束了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啊 那个 窗户不是都是有一个小后名的 小后名的 小后名的 那我们就是 就是要先稍微看一下说 里面状况是怎么样嘛 我就一看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吗 不得了了吗 我立刻拿我的抹击 然后跟说 204 集合集合 因為已經在上字幕了嘛 所以裡面 那個其實上字幕的時候 那個字幕的字的白光 其實很清楚 那我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看到一雙腿是這樣 就是它是這樣 可是這樣舉起來的 他會不會在練抬腿 可能 很有可能 腳太脹了 看完腿很脹 對 就是你可能 因為電影兩個小時 你坐在那裡可能也腳麻了 對 所以腳要這樣抬起來這樣子嘛 抬起來就算了 可是 他的上面怎麼有一個男的在上面呢 他在幫他拉筋壓力 可能嘛 那我是想說客人有沒有什麼要幫助的 我就趕快call機 把大家都叫來嘛 很貼心 那因為我們在外面 有一些碎洞跟聲音嘛 裡面就結束了 就這樣 可是我覺得至少你們 很尊重客人 你知道我 我朋友他被開過門 應該是說沒有隱瞞性的 所以反正是我覺得說從哪裡 那個地方又不是專門給他們 做朋友的 當然沒有隱瞞性啊 沒有 政府有規定 那個門不能上鎖 第一 第二 那個窗子一定要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的 這樣子喔 反正我覺得還蠻尷尬的一個畫面就對了 韓國也是這樣嗎 DVD房 我其實剛剛覺得 韓國跟台灣不一樣 但是我剛剛聽完 小聊歌那一段之後 一模一樣 哦 哦 然後看完電影就是拉拉鏡之類的嘛 差不多 因為看電影真的很累啊 所以這是一個做瑜伽的好地方 對 日本也有嗎 日本有 有可是有點那個 不正常的比較多 哦 什麼意思不正常的 就是那邊住的那個 可以看的影片的種類很小 然後只有一種 哦 對 小朋友不能去的 那只有專門 就是專門了啦 對 對 我覺得那個日本他們 關於這種就是個人紓壓的小房間 真的是發展得非常非常成熟 他們有一個就是 你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會以為真的是那個 DVD的出租店 然後你在那邊就可以好好的 慢慢的挑片這樣子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小籃子 然後呢你就可以就是 挑自己喜歡的那種 愛情動作片這樣子 挑完了以 你通常都是 在台灣的話 如果是那種就是賣這種 DVD的電話 你就是買回家自己看 但是在日本 他會在那個後面 就是在那個 DVD的出租店的後面 這一個通道走進去以後 另外那邊才是一個精彩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帶著自己的片子 然後呢到那個 他每一個都是個人的包廂 然後他是沒有小窗戶的 所以你可以完全擁有自己的隱私這樣 然後呢就是在那個地方 可以馬上就解決 個人那個需求這樣子 是真的 而且是 有限人數嗎 沒有 一人 你要多少人 不是 他是說他一個人拿了 租了片他就去後面 你說餅桌那種嗎 對啊 可是 你這樣也要餅桌 不是 這樣要省錢 你吃的錢也要省 不是 就是不要 我跟同學賈斯丁兩個一起去看 可以嗎 沒有 他說 他說對了 我剛剛聽醫生講 其實我可能太單純了 沒有想到 但是義大利也有 也有 對 但是我們比你們精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後面是有一個秘工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看這個東西 大家一起看 沒有 對 我沒有騙你 你可以參加別人的欣賞這個電影 你也可以一個人看 然後如果他們來的話 你不想要被當中說不好意思 我一個人看 然後他們就會離開 如果說好 歡迎光臨 就 歡迎光臨 還要講歡迎光臨 哇塞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文化 我不知道來自哪 但是我覺得西班牙跟義大利 最流行 也有這種東西 有 對 應該是從以前的羅馬育場 應該是 對啊 每天氣話說想不到主題 這不就是主題嗎 都不能聊的吧 不能聊是吧 不要能播吧 真的 那台湖還有那種 24小時的理髮店 然後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到底誰要三更半夜的時候 跑去剪頭髮 有 有 有 一個人 他 小娘說 所以後來我才知道說 那種就是晚上10點過後 還開的理髮店 進去他不是幫你剪頭髮的 但是他裡面是 是小姐嗎 也有小姐 就是他有不同的年齡層 然後他就會有不同的價位 所以你後來有去研究了一下 沒有 我後來聽 我發現是這個事實以後 我就嚇到 沒有沒有 因為我那天錢也是帶的不夠多 也沒有太大 你看看 好誠實 然後他沒有卡 通常剪個頭髮 只有五六百塊差不多 最多了嘛對不對 附近沒有ATM 因為無法交消費啦 對啦 你看看 附近沒有ATM 這不就是另外一個主題嗎 對不對 那在你們國家呢 有這個 有這一些超級特別的店 可是呢 在你們國家有這些店 流行也是有原因的有沒有 吹髮沙龍 吹髮 只吹頭髮 為什麼要吹髮 對 我跟你講 因為像美國 特別是之前我們 我跟你講 你 我們去那個沙龍的時候 你只能剪頭髮 我是一定要躺啊 我是軟 不像台灣那麼方便 台灣你可以進去 簡單洗一個頭啊 然後 弄造型啊 什麼超好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 最近流行一個很厲害的一種沙龍 他就是像台灣的這樣 但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 我回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約我朋友說 我們今天晚上要去酒吧 他說 哦 好啊 那我要先去沙龍 我想說要先去剪頭髮 不是頭髮已經滿短了 我說哦 好了 沒關係那你先去 我們差不多八點約 他說好 那差不多八點的時候 我已經到那個酒吧 我朋友來的時候 頭髮都很好看啊 很整齊都弄好了 然後我就跟他倆的時候 我發現他有點那個 酒味 我說欸你 你是不是剛剛剪頭髮 還是你在騙我 你去別酒吧跟別人約啊 他說沒有沒有 我去剛剛那個 新開的那個沙龍 他是進去 他是你不能 不用剪頭髮還是什麼 他是簡單幫你吹 洗頭 然後弄造型 然後還有提供白酒 紅酒 然後還有一些 對 還有一些是河道寶的酒 好棒哦 對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弄頭髮 先喝開心 然後再去什麼夜店 還是酒吧什麼的 好棒哦 好棒哦 這個很好哦 這個在台灣也會紅耶 你們女生要結束一下再去嘛 對 所以台灣也會紅 去的時候已經很開心了 好棒哦 這個會紅 這個好棒 那多少錢咧 45塊 就是總共差不多45塊 然後45塊是喝到飽嗎 Oh you can drink 對 很划算啊 那很棒啊 只要給他碰到像我們這樣一次 他就不敢開了 對啊 這次就給你倒了 這次給你倒了 對 我已經倒了 對啊 瑪璐是睡著是不是 嘿嘿 午休沙龍 你在午休是嗎 午休沙龍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Wakeup 午休沙龍 嘿 午休沙龍是怎麼樣 呃 喔 不好意思 沒有 沒有啊 因為 在睡時規定就是 中午可以休息 一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嘛 是 啊 吃完飯就有時候想睡覺 嗯 所以我以前工作就是去草坪上面睡覺 然後有時候在桌子下面睡覺 哇塞 那 有時候老闆 大概還有多久會聊到主題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 都很累啊 都想睡覺嘛 快速快速吧 快速吧 就是 那最近流行起來這個 午休沙龍啊 就是很流行呢 也有按摩衣啊 吊床啊 軟墊啊 對 中午就可以到那邊去 因為沒有合適的地方睡覺啊 在單位 哦 對啊 所以他是把一個流浪和收容所改成 舞說三 哈哈 沒有就是 你有時候覺得趴在桌子上不好睡嘛 對 對不對 或者說啊 就大啦啦在辦公室睡 好像也不太好看 啊 就有個地方 他剛剛說還有吊床 按摩椅很棒耶 還有柔和的音樂 還有Massage Massage 那是很高級耶 還有一些心靈音樂 多少錢咧大概 嗯 可能六百台幣 多久 大概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 那很貴 老闆消費 沒辦法每天去 老闆會鼓勵我們去午休啦 因為他覺得 會提高效率 對對睡一下 但是一個小時就噴掉一千二了耶 對啊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這些沙龍的東西 美國也有一個最近開的 叫做宿醉沙龍 怎樣 宿醉沙龍 就是 比如說你前一天去派對 然後喝超開心的 喝很嗨的 你隔天宿醉的話 你可以去那邊 然後他們只能 服務你宿醉的樣子 哦 就他們給你吃的東西 就是會幫你解決你那個宿醉 解宿醉的東西 他會給你吃 好新哦 好酷哦 這個在日本開一定會混耶 這個如果台北也沒有 對 開在台北也會好 而且最酷是你進去吃 他們會先亮一下你那個 酒精農 有多少 你要先超過你才能住 芬蘭的一個特色 其實在台灣還好 可是在芬蘭其實人 幾乎都不會吃到飽 吃到飽 對 自助餐這怎麼了嗎 對啊 自助餐的吃到飽 到處都有 所以其實芬蘭有一個 一個還蠻酷的特色 賀爾辛基有一些 很妙的一些莊園 一些別墅 很有錢的 以前的很有錢的人 他們住的地方 然後他們把他們變成 自助餐的吃到飽 那只要10歐 好便宜 10歐 而且那個 很便宜 3、400塊 對啊 因為芬蘭人最在乎的是 大自然嘛 然後那些別墅 是莊園嘛 莊園 莊園 很多大自然 很多花園啊 然後 好復古耶 真的喔 長這樣 哇塞 對啊 很美 我好像太介意了 我很有感覺 吃一次後面那衣� 就會跟你講話 喔 我怕 這麼多在乎喔 這麼多在乎喔 對啊 所以 所以芬蘭人超愛大自然 超愛健康的食物 所以那邊的食物 它不是有泥的 它是就媽媽 像媽媽會煮的 還是阿嬤會煮的 那種芬蘭菜 媽媽的家 這種10歐真的很華 很便宜耶 而且在這個房子裡面 有那種公主與王子的感覺 真的 真的很漂亮 對啊 所以你們去芬蘭丸 你一定要去這種地方 芬蘭丸 OK 這很棒 就是台灣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種KTV嘛 電話的KTV 可是日本也有很特別的店 就是 租叔叔 租借叔叔 為什麼要租叔叔 你有市場的耶 這好聊嗎 這是誰 很休息的 你先聽一下內容 工作內容 這是租叔叔 這個是租叔叔一個小時 一千日幣 那叔叔要幹嘛 就是不只是 需要有經驗嗎 不只是跟那個跟他做什麼 還有很多服務可以做 是陪伴嗎 跟他做什麼 就是 其實很多女生 很想要聽自己的話 可是沒有人幫我聽 陪我聽 所以租叔叔是 講清楚的對象 對... 或者是 那叔叔又比較有一點社會經驗 你可以回答他這樣 就是這樣 哇... 好像你啊 對不對 你和你啊 我什麼專長都沒有 就是亂講話 你跟玉琳哥兩個 已經是天內紅牌了 很需要的 對啊 對 然後這個怎麼... 怎麼那個... 那個照他 是在網路上選那個 自己覺得不錯的叔叔 然後... 那個沙龍照他拍得很好 就是 分為很多種 比如說 傾聽師 很會聽你的話 或者是那個 喜歡整人 就是你要該做什麼什麼樣 什麼什麼那種的人 或者是 喜歡大板腸的叔叔啊 大碗腸 對 大板腸 就是講話的 對... 大板腸 大板腸 比較親切 比較親切 大板腸 可以選擇 我一個日本女生朋友 就是 喜歡上了一個 已婚的男生 就是... 這個表面上可能不方便講嘛 所以他不敢跟朋友那個... 那個... 對...分享 所以一直一直一個人煩惱 這個跟爸媽也不敢講嘛 可不可以那個... 不認識跟他講話也... 那個都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包袱 跟叔叔講 而且叔叔聽了 不會折罵他 還會鼓勵他 不是... 哦... 不一定吧 沒有吧 這一個那個叔叔 兩個小時 租了兩個小時 然後他帶他去租走屋 然後跟他說那個... 那個事情 然後他聽完之後 那個叔叔說 你... 還有時間 你應該要那個... 更享受自己的人生 不要浪費那個... 這是已婚的男生 你應該跟更有未來的人在一起 聽完他的話 終於放下那個感情了 或者是那個... 這個還滿正面的故事耶 是不是跟你想的工作內容不太一樣 一樣 或者是... 我們這片名打那種生命線 張老師專線人家也是可以這樣 也是啊 所以怎麼最近看新聞說 韓國也有可以租我爸 我沒有聽過 真的韓國也有 我也沒有聽過 好像我那天看了那個臉書上面說 所以金明在回去了嗎 對 哦 他說你可以去韓國 你可以租... 你可以任意挑選任何歐爸 陪你逛街 陪你喝下午 我有看到 那個現在中國也沒有啊 真的有這個新聞 還是你自己製造的假新聞 真的有這個新聞 可是那個租叔叔的好處就是 叔叔所以大家那個... 經驗很豐富 有些人是那個... 對 看到那個勒芝美的時候 他說以前在什麼什麼公司上班過 所以那個租他的話 就可以聽那個公司的故事 這個很有意義 小兩個有一個工作你可以去意大利做 你會開心 意大利也有我的工作 因為我們有類似的服務 但是我們更上一層樓 哦 我們這個是... 他會不會在意大利窮死啊 不是 我告訴你 義大利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服務 叫做Roy Gigolo Gigolo 沒有 但是呢... 這什麼呢... 這個我沒辦法挑戰哦 可以... 因為... 這個要練一下身體哦 沒有... 沒有...不一定哦 這個是... 豬老朋友跟豬老公 那他要練身體啊 沒有... 因為什麼登記都有 沒有 他是老公耶 什麼登記都有 其實最基本... 最基本款應該就是一個小時36塊 所以小梁哥你看一個小時36歐 還可以賺到 36歐很多耶 也不錯啦 可以啦 啊這樣是多少 一千多 一千二 差不多一個小時耶 一個小時耶 十星一千多塊耶 五千多塊耶 那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現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因為現在我覺得義大利跟台灣 有一個溝通點 我們都很愛面子 那你知道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跨年我們回家的時候 可能就是爸爸媽媽 欸 有沒有男朋友 有沒有女朋友之類的 那我們每年聽得很煩 然後我相信很多台灣觀眾朋友 也是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租一個女朋友 就是跟男朋友帶回家 帶小狼哥回家 好複雜耶 怎麼了嗎 我最有長輩緣啊 我絕對 對不對 我覺得你這三年來 你這一集最認真在主持耶 是嗎 每一集我都很認真耶 沒有 這集好認真喔 然後我這一集主持完 我還覺得說 我留在台灣幹 真的嗎 可以去那邊當長輩 對啊 而且你可以選外表 個性 學歷 你都可以選 外表它就被刷掉啊 沒有 我剛剛說他最基本狂可以 沒有 有些人不要外表啊 有些人可能只要身高啊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得罪 你就舉個例子 是 我剛剛說一個小時36塊嘛 對不對 也許我租孝良哥可能50塊可以 那如果可能我租碰玉燕 可能一個小時1000歐之類的 哇 什麼 怎麼跟我差是不是很大 等一下 你有沒有哪一個部分講錯 等一下 維加德 因為你這個差距有點大 差太多了吧 對 維加德 沒有 我說錯了 你是說50歐還是50台幣 沒有沒有 歐 200倍 沒有 我剛剛講錯 100歐 100歐 對 就說我100歐 彭于晏1000歐 是這個意思嗎 那也很數 之類的 對 那 你的部分應該結束了吧 又100歐不錯啦 我剛剛反想出6歐而已 什麼6歐 6歐一杯咖啡都買不到6歐 而且車賣還要自己付 車賣來的話 車賣還不夠 那我去小百合那邊 那個要居酒屋的錢 他要出 不錯 韓國 韓國最新流行這個 釣魚咖啡廳 對 這個不會也適合我 這不是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放魚啊 什麼魚 因為最近韓國很多 綜藝節目都會 就是關於那個釣魚的 很多藝人也喜歡去釣魚嘛 所以韓國很多情侶 最近很喜歡去這個地方 因為韓國其實有一般的釣魚場 但是那個通常都是大樹區的 所以要很安靜的地方 因為如果情侶去的話 就不適合嘛 所以我們就改造成釣魚咖啡廳 裡面可以抓魚 然後可以抓無限的抓魚 但是跟台灣的釣蝦場不一樣 不一樣嗎 台灣釣蝦場你抓多少就吃多少 韓國釣魚場不是你抓多少吃多少 它是抓平分數的 就是有一個魚是一公斤 一公斤有一公斤的分數 六百公克有六百公克的分數 按照那個分數你可以拿到一個獎品 對 所以因為我那時候我在台灣 過了一陣子再去韓國 然後體驗這個釣魚咖啡廳嘛 然後我已經習慣了台灣的釣魚 釣蝦場 我那時候抓了六隻 然後我就覺得我六隻已經不得了了 我吃不完嘛 我還以為那時候可以直接烤著吃的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以為是台灣的釣蝦場 一模一樣 然後我跟老闆說 老闆我六隻就可以了 那個一隻就可以了 我抓六隻一隻就可以了 你烤 你幫我烤一隻給我 老闆說 那不是給你吃的 是秤重量 是秤重量的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那不是吃的 我跟我的朋友 就是去韓國的時候我們發現 因為其實我們三個女生要去吃烤肉 一般你進到店裡面 他就會給你四個人的位置 一般是這樣 你三個人他就給你四個人的位置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排隊的時候 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隔壁有一列 也排了一列 我們就覺得 那這樣子不公平 大家都在排隊 那是誰比較先進去 後來他們才說 其實是這邊的這一列的人 都是一個人 然後他們那個店他不會 因為有時候一個人 他會給你兩個人的位置 對不對 他們不會 他會帶你去一個人的位置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超好奇的 我們就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三個人 你給我們一個人一個位置 因為這樣子很有趣對不對 你知道他那個地方是這樣 他就是有點 如果大家有去過那個一籃拉麵 不是都會有隔起來嗎 是這個概念嗎 是這個概念 但是他隔得更密實 因為一籃都只有臉嘛 對不對 不是 他是連你的椅子都隔起來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那個K書中心 就是他會連你的椅子都隔起來 對 然後所以你從背後看到那個人 只會看到他身體 因為他旁邊是夾起來 然後還可以給你掛東西 然後很多人就在那裡 自己吃東西 看劇 然後什麼喝酒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想說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生意好嗎 那店員就跟我們說 生意超好 他說因為有很多人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他一個人來吃飯 他就會覺得他可能要跟別人併桌 那你只要跟別人併桌 就會覺得很尷尬 你就想趕快吃完就要走了 對 那或者是我們很多女生 就是你 我想邊吃東西邊看劇 可是因為大家都在等啊 大家就會一直盯著你啊 想說你吃完怎麼不趕快走啊 然後或者是女生想要補妝 就覺得壓力很大 他就說 所以大家很喜歡這種位子 因為你吃完之後你可以補妝 然後有些人心情很不好喔 還可以在裡面哭 就是你自己的小空間嘛 對 所以他說生意超好的 他們沒有在拚翻桌率的就對了 因為那個用位子 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他們也有算時間 所以很多人他的邏輯就是 如果我想做久一點 那我就再點一杯酒啊 我在點一個小鈔啊 但你就是一直消費 對啦 你就一直消費啊 不然他從早做到晚 這樣你明眼我怎麼辦 沒有啦 不會啦 所以一直消費啦 對 還是超消費的 不過我們之前有講說 韓國其實蠻歧視一個人吃飯 而且韓國人一個人去吃的話 很多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失敗的人 一個人吃飯怎麼了 對啊 我們很常一個人吃飯 人生失敗組嗎 對 他人生失敗到沒有一個朋友 陪他吃飯 朋友沒空啊 對啊 我們又不能租借叔叔 怕租到兩盒群 韓國伯爺有租房 就是有租房 你應該上網看照片 人生韓國玩的時候 他有那個自動煮麵機 因為韓國的泡麵 跟台灣泡麵其實不太一樣 台灣泡麵其實只要100 100度的水 它就可以泡開 那韓國泡麵它比較可能 比較厚一點 對 然後就是比較粗一點 所以它要有煮過 那你有煮過以後呢 那個麵才會 就是才會熟 那你如果說買 你買的話 你變成一定要回到家裡 你當下餓你沒得吃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超商裡面 就有弄一個機器 是你直接就是把那個紙的碗 它就有點像電子爐的概念 你就放在上面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那個 你剛才買的麵條 就直接放在上面 就可以開始煮那個麵 所以你也可以買蛋 買芹菜直接加進去 就可以坐在那裡吃了 所以超級方便 對 真的超級方便 那台灣現在也有啦 就是那個萊爾富有超 就是有學習這樣子 真的喔 好酷喔 對 妳有沒有覺得處處是商機 真的 其實台灣這個東西 可以拿去哪一個國家 對 沒錯 這個國家的東西 可以拿回台灣 一定會賺錢 所以有沒有什麼店呢 開在國外會大賺的嗎 有 我要叫的是白元快速理髮店 義大利的話肯定大受歡迎 你知道義大利今天頭髮超貴的 最 比如說可能見家洗 男人通常要18到20歐 就800台幣 而且這是說真的 時間很久嗎 不便宜耶 沒有 然後就撲撲的技術了 對 那最近呢 可能就是近 近幾年來在義大利 有很多中國人開的立法店 那他們的特色是什麼呢 便宜 他們是5歐 200台幣 就解決了 男生頭髮很好解決 沒有 女生也是 同樣的價錢啊 就是5歐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因為義大利 我們沒有一個立法師的 類似一個商會 要保護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多 義大利的立法師他們都超級神奇 也抱怨就是中國人偷了他們的工作 可是沒有辦法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華人的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拼命的工作 對 他們從早上8點開始到 可是你知道義大利動不動很愛休息 所以即使近幾年來 但是 瑞士立法師都是義大利人啊 對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我們 義大利不大 都是瑞士 剛好 過來今年瑞士 也會有一堆中國人在那邊開店 我跟妳說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技術好 而且他們也會陪妳聊天 甚至現在也開始有那個 按摩的服務 當然沒有像台灣這麼精彩 可是慢慢的按摩這樣子 誰還要花20歐 那我覺得這個100塊 就是更上一層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一兩分鐘解決 也不會技術不好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 我們義大利一般的立法店 然後呢 就是沒有台灣的那個 按摩服務而已 我講真的 很像台灣那種曼杜瓦小鈴這一種 然後他就想體驗那種很有趣的 你知道中醫去一定要把脈嗎 那他一坐下來 然後醫生一把脈 就開始說 你身體啊 就哪裡哪裡哪裡怎麼樣 哪裡哪裡哪裡又怎麼樣這樣 他非常意外耶 他說 他說他是醫生 還是他是 就是 占卜 占卜 他是酸命他怎麼知道 摸骨 對 他就說他怎麼這樣 因為他的醫生說 因為以西醫來講 你就是要抽血嘛 要照這個照那個才會知道嘛 我怎麼這個人這樣摸一摸就知道 他覺得很厲害 然後他後來也覺得 這樣子的療法很特別 所以我就覺得中醫去一定會 也會中 而且像夏天那種丟刷什麼的 去給他撒撒就好了 對啊 很厲害耶 其實一說的是沒錯 在美國這個中醫 開始越來越流行 真的啊 因為美國就很多那個華人對不對 對 華人 然後我們的健保又很貴 貴 很貴 所以我們聽到有這個中醫的東西 我們就 要不要去試試看 不是 因為你們每次都說什麼 去香港啊 吃那個餐廳 人家的服務態度不好 我跟你講 我這次去大圍改觀 服務態度非常好啊 香蟬聖華 而且他還認出我來了 你知道嗎 他說你是朗朗對不對 不是 他說我彭于晏 然後後來呢 中間 那個老闆一直招待 吃的喝的一直來啊 就在最後付帳的時候 他居然報警了 蛤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偷了一下東西 不是偷東西啦 整餐才五百多塊 有什麼好報警的 怎麼了 朗棚 朗棚賀群 對你的 我對你的了解 你應該是給他五百塊台幣吧 你開什麼玩笑 五百塊台幣跟五百塊港幣差四倍 人家也不報警 也不是這麼說嘛 因為既然都認出我來了 就這麼計較幹什麼呢 真的很好意思耶你 蛤 不是 而且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有些人 你去花錢 你還活受罪 是不是 為什麼有一些店呢 他到底是在拽什麼 但是有些店 拽得生意更好 對不對 那人呢就是非常的 他就是想要去排隊 犯差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歡迎 太棒 一般人消費 總是有顧客至少的觀念 但今天就來揭露 其實國內外 有些反骨的店家 他們態度越差 顧客居然更買單 馬上就來看看有哪些店家吧 你覺得台灣有哪一些店呢 這個態度其實是超級拽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 客員卻是源源不斷的 你們有看過嗎 有一次我要做西裝 那我問很多朋友們 在那裡可以進做西裝 他們說在東區有一家店 那個店已經開了30多年 然後老闆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非常厲害 可是現在的年紀比較 他已經比較老 所以做比較慢 所以如果我不急 我就可以那邊去那邊訂 我就去那邊選了布 都選好了 都OK 看起來不錯 錢也付了 然後你知道你做西裝的時候 他們會說下禮拜來要穿穿看 所以老闆給我說了 下禮拜三後我就可以去穿穿看 所以我就禮拜四去了 禮拜四去了的時候 老闆不在 那我就問他們的員工 那我的西裝我可不可以穿穿 他們說我們都不知道 你要找老闆 那老闆什麼時候會在 他們說隔天來 那我就隔天去了 然後老闆猜 然後他就看我的名字 也跟我說了 我是跟你說了這個禮拜來嗎 我說對啊 你不是說了下禮拜三後 我說好 他就感覺就不開心 去那邊找一找找一找找不到 你知道你就已經遲到 他可能就還沒開始做 可是在那邊一直加裝 他就找不到 然後我開始問他 你有沒有開始做嗎 他就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我開始問很多問題 為什麼昨天不在 現在找不到 他就開始發脾氣 他說為什麼有那麼多問題啊 對啊 你就下禮拜可以來好不好 而且他說禮拜三以後 去半年以後啊 為什麼 半年後的禮拜三對不對 對啊他怎麼就來了呢 所以下禮拜我去了一樣 可是他們又找到了 那我就開始穿褲子太短了 好 他又改 拿到很多了 然後還過了一個禮拜 我還去褲子OK 外套太大了 好 那之後我還等了一個禮拜 還是去了 還是東西找不到了 然後每次一下去那邊 就他們都感覺很忙 然後每次問很多問題 為什麼你們還沒做了 因為其實他們跟我說 差不多需要時間 三個四個禮拜 已經過了一個月 可是他們還沒結束了 然後他們每次有點生氣 感覺是我的問題 我是外國人 可能聽不懂他們說什麼 可是其實我什麼都聽得懂 結果呢你知道我這樣的 過去很多次 結果他們做我的行章 三個月後 三個月 這個有點過分 三個月太久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非常非常生氣 我很想去消財 完全覺得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個件很爛 什麼的什麼的什麼的 之後呢 我拿到我的西裝 老闆跟我說好 你知道我做了有點久 好我送給你一件褲子 所以我拿到一個西裝 兩件褲子 然後他還要跟我說 因為我跟他說 我應該還需要襯衫 可不可以買 他說 好啊送給你 哇 我就覺得 其實等了那麼久 然後這個件褲很差 老闆的態度也很爛 但是我拿到了 兩件褲子 一外套 一個襯衫 四字一下氣就消了 其實很不錯 因為我花了兩萬五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是這個 就是身上這一套 哇 你看 很合身 做得很好 做得不錯 很不錯 因為這個西裝我已經做 五年前還是變得很好 看一下後面 然後 我覺得做得很好啊 我覺得做得很好啊 而且他五年前做了兩件褲子 現在穿也沒有覺得很退流型 對 沒有人做得好 因為做三個月啊 做不好啊 糟糕好不好 要不然做西裝 通常是多久拿得到啊 兩個禮拜左右 然後很快的話 可能是一個禮拜 這麼隨便啊 不是隨便 現在很快 一個禮拜可以做完 兩個禮拜 學生制服都要做半個月 沒有啦 真的 我三個禮拜去練我新的西裝 下禮拜就來了 所以差不多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很快 我覺得不得不說 台灣真的很多診所醫院的態度 都沒有很好 其實我可以理解他們看一整天 病人真的很累很辛苦 可是當身為病人去看的時候 被忽略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偏頭痛 痛了有超過十天 然後看很多醫院都沒有好 然後就有朋友跟我推薦一家診所 就是醫生很有名 去叫我看看 然後去了以後呢 一進去 哇賽 人山人海 很像周年輕一樣 都超多人這樣 然後就在寫那個單子 然後寫單子的時候 那個護士態度也都很冷淡 然後問他問題 他都還會發出那種 就是那種很不屑的聲音 很耐煩 然後就覺得 然後好不容易等到醫生了 然後就進去 然後他就只問說哪裡痛 我頭痛了大概十幾天 好 我幫你開藥 就這樣 他沒有再問其他問題 不然他是要問你的星座 血型跟星鏡 不是 可是 他應該是要幫我了解 是哪一種頭痛 對 因為我之前看的每一個診所 都是會問得比較詳細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肩頸 肩頸有沒有痛下來 對 有一些醫生還會摸說 這邊會不會痛有影響 然後他會測一下視力 因為頭痛會影響 那個醫生沒有耶 直接說我幫你開藥 不是喔 你現在講得很矛盾喔 因為這一家 那個醫生是很多人排隊嘛 醫師是名醫 很厲害嘛 對啊 他一看就知道了 對 看就知道了 是本來就這樣子啊 對 你前面就是問了那麼多 就是問題都沒有好嘛 都沒看好 然後就是那個醫生看到你 就知道 醫生腦袋有問題 那後來那個醫生看了又好嗎 後來他就開了藥 然後也沒有再多做檢查 然後他就說 如果吃了沒一下再回來 然後就吃了幾天 然後 真的就不痛了 是不是 不用痛 所以啊 真的是神醫 但就是排隊的那個時間 就會覺得真的太久 然後 他們都很辛苦 所以就對你的態度會比較冷漠 我曾經去看過一個醫生 我就是從兩點多開始等 等到五點半才輪到我 真的喔 你知道等到你已經一肚子活了 妳看了什麼醫生 骨科 然後我看到五點 等到五點半 快六點的時候 我就說不是五點半門診 他說醫生有時候 聲音好像會到八點九點 五點半我進去之後 他就說 你這要照攝影喔 我說好啊 他說 但是你五點就下班了 蛤 我說 我說那 怎麼了 他說你可能下次要再早一點 約攝影的 我現在再幫你約 我從兩點等到五點半 天啊 可是那一家就是生意很多 常常病人都看到九點還在等 滿帳 是要預約對不對 有的大醫院門診就是這樣啊 中間還不斷會有過號在進來 對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義大利喔 這種東西 通常你要等到 你的那骨頭已經好了 你才輪到你 就是要約的話 你可能約好幾個 真的喔 我這就需要做一個拍照 拍那個膝蓋 OK 我那個醫生跟我說 你要等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我現在已經好了 不然都是完全壞了 我前幾天我去台東玩啦 然後 去台東我去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咖啡廳 然後它真的很棒耶 它全部是用木頭自己 蓋那個房子 然後它有一點也傳統日本的那個樣子 然後 比如說它裡面也是很環保 像 它掛衣服 它有時候是賣衣服 然後掛衣服那個也是用那種樹根啊 什麼把它掛起來 就覺得超棒的一個地方 而且你看得到 整個 整個海邊啊 然後台東市啊 超漂亮 然後我記得我們是要去喝咖啡 然後就開車很遠了 然後去那邊的時候 到那邊我說 欸 欸 老闆在哪裡耶 我們早早早找不到 然後我們用叫的 我說欸 老闆 有一個人在後面說 喂 因為那時候是 我們沒辦法進去 因為有那個 是禁止客人進來的那個牌子 然後他說欸 老闆我們想要喝咖啡 他說喔好 等我一下喔 我說喔好 然後我們就等 等差不多五分鐘 欸 老闆我們要喝咖啡喔 我說好好好 我聽到了 我現在在嗎 你們先坐 我等於我馬上為你服務 我說喔好好 然後我們就去旁邊坐 去旁邊坐 看一下風景 然後就聊一天 聊天 就超過十五分鐘發現 欸 人呢 他到底在忙什麼 因為我們看左看右 欸 完全沒有什麼客人耶 他們就 到底在忙什麼 那我們就 站起來 然後走進去那個 不能走進去那個地方 因為他在業外 然後想說應該沒有什麼吧 我們進去說 欸老闆 不好意思我們要喝咖啡 他說 我聽到了啦 我等一下要為你們弄了 你們不能進來這邊耶 他已經很不耐煩耶 結果我仔細看 我說那你在幹嘛 他說 我現在在洗狗嘛 等一下好了 對啊 他人家在洗狗 他在洗狗啦 洗狗啦 等一下他的狗屁你重要 對啊 他如果在那邊 已經有牌子放在那裡休息中 對啊 中午十二點到兩點 你提醒我 他是營業中啦 營業中他也在洗澡啊 我的狗 你的狗屁股重要嗎 對啊 對啊 洗澡一半幫你弄咖啡 狗生病了怎麼辦 對啊 合理啊 而且你去那邊 欸 你去那邊你就花一杯咖啡的錢而已 而且還坐一個下午 對啊 坐一個下午 他洗澡一半幫你弄回來狗感冒了怎麼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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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有很愛心耶 對啊 要咖啡錢都陪進去 哇 好誇張 好啦 狗屁股重要 不要再去啦 不要再去啦好不好 我住景美那邊 然後那邊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早餐店 一個古早味的早餐店 那我就覺得 欸 我老婆查查看 然後她覺得 欸 這家應該不錯 我們去看 那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那個 胡椒蔥餅夾蛋 超好吃的 那其實我有買給大家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所以這個其實很脆 很好吃 你的 其實我們拿到的時候 我們覺得 欸 其實很大 然後真的還不錯 可是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還在想要 到底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個老闆他就 他就有點不耐煩 然後他就直接說 欸 動作快一點啦 對啊 為什麼對啊 不是 我真的很討厭那一種齁 你在排隊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看好自己要什麼 然後要到前面 你才要開始看你要什麼 後面就大排長龍了 為什麼不節省一點時間 老媽眼耶 而且 你倒是不可憐外國人耶 來的都老個人 就是簡單一樣的嘛 而且你像去這種名店 你一定都先查好要吃什麼啦 怎麼會當場決定 好 我們還要買別的東西 因為有小孩嘛 所以其實我們有吃 他們的什麼豆漿啊 他們的蔥 他們的那個蛋餅 還有他們的燒餅加蛋 其實都好 超好吃的 那我們點完之後 我們在想 到底要做哪裡 因為有小孩 然後那個 我們就有試著進去做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欸 你做那裡啦 不要不要隨便做啦 然後我其實 通常你去一個早餐店 或者一個餐廳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緩光臨啊 你想要什麼餐點呢 所以我其實嚇到 可是那邊的人 真的超多的 一直都會排隊 對 所以我覺得 好誇張 為什麼我會這樣 這個台灣的早午餐 你也有去是不是 也有去 好吃 東西好吃嘛 誰不喜歡去那個 吃那個蛋餅啊 什麼那種之類嘛 重點喔 我朋友 他是從國外來 來台灣嘛 對不對 我就跟他說 我一定要帶你去一個 在那個 延吉街 那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早餐店 一定帶你去 因為我已經跟他講 我已經跟他講 很多就是那個 燉餅 來這邊就是要吃燉餅嘛 對不對 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們先 你看我已經派對 有人在外面在騰 然後我說 那就代表是好 好的東西嘛對不對 我們騰了差不多十分鐘 然後我們就 我們 我們的時間到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老闆講 我們要點什麼 然後他 他就跟我說 好...那你們就趕快 趕快去做嘛 趕快去做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覺得 哇 不禮貌 為什麼 可是我就沒有... 沒有注意很多人 因為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他的聲音很忙 很多人 所以他的動作要快嘛 結果我... 我點了那個 獅子頭的蛋餅 很特別 因為我要給我... 獅子頭的蛋餅 獅子頭的蛋餅 非常特別 今天有帶來嗎 有帶來 大家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當然是 也是要給我朋友 試看看嘛對不對 結果我們做下去 的時候 就我發現那個醬油啊 然後那個... 那個筷子沒有...都沒有 那我跟老闆講 老闆 那個醬油你可以給我嗎 我說 醬油你要去... 你自己拿啦 不要煩我啦 我這邊拿麻 對啊 你來台灣那麼久 就是拿醬油都不會 你還不會 不是... 沒有 因為油的地方就是... 你毫不獨立 你不會這樣看嗎 不是 油的地方桌子都油嘛 也不會拿錯啊 早餐店黑的就是醬油啊 難道是雞油嗎 眼睛快...快掉了 本來就是... 桌子上已經油了嘛 那我找不到嘛 對不對 然後說那都在哪裡 他對我非常不禮貌 而且我那個時候我就... 我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朋友在旁邊 但是剛好我朋友也不會講中文 所以他完全是聽不懂 他們說要做什麼東西 拜託這味道那麼重了 你還加醬油 真的 還要加... 還要加... 好像零件都會這樣 因為生意太好了 太好了 老闆難免情緒就會有一點... 對 其實我跟你說 態度很差的老闆 其實我還滿喜歡的 因為他們很快 然後他們超級有那個效率 效率 超級有效率 所以其實我常常去那一家 所以我被罵得很慘 很久以前我去那個饒河夜市 那邊有一家蘆味 然後那一家蘆味喔 我記憶的印象中就是很深刻 因為很多人 那我通常如果有很多人的話 我就不會去 可是因為跟朋友去的話 我們就是排隊了 然後排隊很久很久之後 終於聯絡到我們 然後我就是開始看 我要選料理嘛 然後那個老闆看我 我跟我說 NO 你跟我說你的預算 你要多少錢 你不吃什麼 還要跟他講預算 他價錢不定好了 但是說 他要我跟他說 我可以花多少錢 然後我要... 我不吃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幫我調 他幫你調 所有的東西 就是... 什麼 對啊 其他人也都是這樣 所以我跟他說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你長相 有點像流浪漢 他必須先問 你可以問多少 我就給他一百塊 一百塊 好 一百塊 他挑了一大堆東西 我那個時候不知道他在挑什麼 然後弄一弄一弄一弄 那我覺得 可是我這樣 我有一些東西 我可能想點 我沒有點到啊這樣 好 反正我就拿了 然後我就離開了 啊... 那個味道 吃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那個泡的那個汁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口感 就是你今天帶來這個嗎 對啊 我們今天大家都有一個 天不辣 一個豆腐 跟一個雞心 跟之前吃的那個滷味不太一樣 有一點那個什麼 東山鴨豆喔 那個味道 對不對 好香喔 就是有點像那個東山鴨豆那麼的 就是味道厚一點 很好吃耶 醬油系 真的好吃 那你的香度特別多 不會覺得特別油 然後你不會覺得吃起來 好吃好吃 不會膩啦 真的不錯啊 可是我們巴西人吃的不習慣 一定已經在台灣 一段時間才可以接受這個味道 對 是這個明明醬油系 他說他吃的不習慣 然後他去獅子頭蛋餅 一直在找醬油 他現在說這個 不習慣 我真的 我都想罵你了 有道理嗎 不是嗎 生疾病 對不對 你真的很矛盾耶你 真的啦 很厲害 講到那個 服務態度很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吃過 現在好像那一家店還有 叫三十三間堂 那個老闆娘有夠兇喔 就是兇到說你今天就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什麼 自己趕快做啦 要看到大家在忙嗎 就是很兇 在那一家店 這個角色好適合你喔 然後點菜嘛 他就會過來 他說不好意思老闆娘請問 沒有招牌啦 我跟你講我幫你點 你不要選了 然後就走了 不用點 然後他就幫我們點嘛 然後因為他們店的特色 可是起碼他剛剛有問說 你不吃什麼啊 他管你咧 你的店呢 他的店的特色是說 他就是聘請的這一些 在你看在他店裡 看得到的所有的女員工 全部都是受虐婦女 你就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兇 但是很有愛心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站在那邊嘛 然後呢 他出菜他沒有價目標的 他出菜呢 他就會站在那邊 然後每一個人就說 老闆娘比如說 比如說這一盤好了 老闆娘這一盤這樣 三百五 然後就拿過去這樣 三百五這樣 然後同樣一盤 老闆娘這一盒 十桌的 六千 他就同樣的東西 他是隨便喊價的 有差那麼多 三百 差很多了 當然剛剛是浮誇 可是他就可能說 一道菜他可能青菜 是一百多塊 到三百多四百多塊 不等 他是很有自己個人特色 他是坐下來喜歡喝兩杯 然後他就會坐下來 喝客人的酒 蛤 對 他就會喝客人的酒 然後就是反正一切太多 都超兇 可是他的菜很好吃 是 剛剛大家是那個 講到很多人排隊啊 或是幹嘛 其實有時候為難啊 因為我是個人覺得那個 就是應該大家有吃過 就是東區的 就是一個 一個角落 就是益君聚 一個角落 是東京東 中校東路蘇丹那邊 然後就是一個 那邊有買一個老虎麵 就是 對對對 就那一家 我是因為吃簡直在 他是不是早餐在賣 是早上在賣早餐 那個是後面 那個是紅燈喔 角落 不一樣 再前面一點 他說的是大安路那一家 然後這一家是就是 買粉燉啊 還有麻醬麵啊 還有那個牛肉麵啊 其實 一東區來那一區來的話 就是客人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平價嘛 因為那邊附近 就是旁邊是茶街嘛 所以很多人 就是 為了省錢去那一家 那主要的是 味道很好吃 還OK 但沒有到 沒有到很好吃啦 但是 服務態度 所好不好的話 真的沒有很好 因為他太滿了嘛 如果 因為我第一次來 台北的時候 就不知道怎麼點菜 然後我在旁邊再等 對 然後再再再等 然後就是 一直有人在 那個日記寫這樣 真的 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蛤 幹嘛 那個 那個 自己寫啊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台灣人吧 蛤 他們是台灣人嗎 有些 應該是啦 後面是你也長相惹諾他 哪有啦 我很客氣耶 對啊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外景節目要採訪他們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我還沒講喔 我說聲音其實在旁邊 不好意思 隨便拍 我說 不好意思 他們其實不是兇啊 太滿了 比較大 但是他們家的那個 老虎妹就很辣 就非常好吃 人那麼多 我還是去買 對啊 有些老闆兩個真的兇起來 會讓你真的想跟他吵架 你知道嗎 金門 你記不記得我們兩個去跨年 然後我們不是 我就不是說我下去樓下 聲音樂店旁邊 買一個鹹酥雞 然後說上去吃嗎 我們兩個在金門主持跨年 然後呢 我就下去 那個老闆娘從頭到尾頭沒抬過 可是他真的大排長龍 真的大排長龍 我不知道是因為那家真的有名 還是因為跨年只有那家開 應該是這個原因 但他那天大排長龍 可是後來是真的好吃 但是他頭沒抬過 他就說你要什麼東西 然後就 然後我就說那糯米腸 我就點了一根糯米腸 然後他糯米腸整根下去炸好起來 已經要裝袋 我說糯米腸可以幫我切嗎 不行 我就想說 糯米腸不行 那我 那要怎麼吃 對啊 然後他就不回答這樣 然後就說要加辣嗎 我說不要加辣 然後他還回我說 他跟你屁事啊 那他幹嘛問你 他就給你加下去嗎 你腸沒切我都能吃 加辣我不能吃 好可愛 你也怪 帶很多個人情緒耶老闆娘 剛剛說我們台灣呢 有些店家嘛對不對 是 是態度惡劣 但是生意很好 會不會這也會發生在國外呢 你們國外有沒有哪些店 其實跟我們一樣 態度超級轉蛋大排長龍 有有 才無可能有 評價李塔天 這個叫剪頭髮店 這你怎麼敢惹他啊 因為你知道我這次回去了烏克 然後有一家店 一剪頭髮店 每次很多人派對 非常很多人派對 然後價格他們就去剪頭髮50塊 50塊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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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如果你只剪50塊 如果你要洗頭髮阿末跟剪70 才加20而已 好便宜喔 然後很難約 你要約的話要幾個禮拜前 所以我朋友幫我約 所以我就去那邊剪 所以他們問我要什麼剪頭髮 這就是他的成品嗎 沒有 這是去年的 去年的 去年的 對 所以他們問我要什麼時候 那就70塊 可以洗頭跟阿末跟剪頭髮 那他們叫我過來啊 然後我就去啊 然後我就坐 然後他們開始洗頭髮 這邊就睡啊 然後他們就開始 哈哈哈哈 謝謝 就這樣子 喔 好爛喔 哇塞 你幹嘛要對我這樣子 好不好 他到底是在洗你 還是洗甲子丁那一條狗 然後準備的時候 做做阿末 開始做摸 你知道好痛 我就說可以小心一點嗎 就說喔 喔不好意思 我以為你是囊的不是牛的 喔 好強喔 喔 然後他繼續非常痛 我不斷這麼說 我就痛死了 我就Oh my god 然後 好 開始剪頭髮 我跟他說這邊剪 這邊斷 這邊這邊 然後這邊 他就看我 欸 你有沒有看到那麼多人等啊 對 如果每個人那麼多要求 我這邊要做幹嘛 你付多少 70塊而已 洗頭髮阿末 然後剪頭髮 70 然後就開始剪 我覺得我糟糕 完蛋了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看 其實很不錯 非常非常不錯 還不錯 所以你是要信任他嘛 所以 會不會每個剪出來都一樣 一模一樣啊 他們的 沒得含扣 他們的阿末很爛 然後洗頭髮很糟糕 可是你剪得非常不錯 70很便宜啊 70塊台幣 剛剛好吧 什麼意思 可能剛剛好就是剪得好 那你結果又回去嗎 你有回去哪邊剪嗎 我會去 我會去 如果下次也會去 我可能一定會去 因為很適合我 當然他們都見得一樣 就根據自己去當病的人 對不對 可是時間都不錯 我之前有去英國 然後這家 超流服飾店讓我超火大 哪一家 給大家看照片 這一家 可以講名字嗎 Supreme 然後我當時去的時候 因為我去英國 然後我那 我朋友聽到我要去英國 然後就一堆男生 真的是跪地求我 我說拜託你幫我們買 因為我去的那一週 剛好發新品 然後他就是發新 拍死吧 拍死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 我想說 好啦如果真的他們 都跪地求我了 我就去幫他們排 然後一到 因為他們就叫我早一點去 然後他們也都跟我 沒有說為什麼 只叫我說 你早一點去比較好 然後我就一大早 他開門的時候我就去了 結果就看他排超多人 然後我就傻意 他說好啦只能排了 然後就排了大概40分鐘以後 到門口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寶 就是保全就說 就說我不能進去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是歧視我嗎 因為十二歲以下 不可以進去 對 你要找的是 沒有 不是 你要找的是超級市場 不是 不是年紀 是他說我的包包太大 然後我就看一下 發現真的 大家都是背小包包的那種 然後因為我去旅遊說 我是背很大的包包 他就不准我進去 所以我就只好去附近的火車站 寄放包包 然後再重排 對 然後又花了小包包的 可能 沒有 不給 他就說 就叫什麼都不准我放 就是很拽啊 很拽 然後我就只好 就是再排一個多小時 等於就花了快三個小時 才進到裡面喔 一到裡面呢 我就趕快打給我朋友 就說我進來 你到底要買什麼 我拍照給你看 然後就拿手機要拍照 不行 不能拍 但我不知道 然後反正就有一個 男的那個員工走過來說 然後叫我把手機放下 然後我就很緊張 想說 他是要搶劫我嗎 因為那個狀況太詭異了 然後整個店沒有亞洲人 沒有人可以幫我講 因為我英文很爛 然後我就一直說 這是我的朋友 他想買這個 但他... 我不知道他喜歡這個 好厲害 這是很夠爛的英文 然後他們好像也聽不懂 就說 不 你不能用你的手機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不能用 我就不懂啊 然後我就說 不 拜託 我很抱歉 我的朋友很棒 就一直介紹我朋友 他人多好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不聽 然後他就說 OK 就這樣 就這樣出去喔 這個聲音這樣 他還叫你出去 對 因為我在那裡 很久喔 店員會不會以為 你的聲音其實是在整個 不是 我真的是露出了 靴貓的眼神都沒有 換個低音他會不會好一點 沒有 因為我當時其實聲音都在發抖 因為其實我滿害怕的 因為我沒遇過這種狀況 所以我就是那種抱歉 就是 I'm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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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然後靴貓的眼神這樣看著他們 沒有用 重點是喔 我不是自己走出去的 他叫門口那兩個寶拳 把你架出去啊 我第一次人懸空 他們兩個把我扛起來 把我帶出去耶 然後那真的太丟臉了 很誇張 沒有這種抱歉 但我不相信他們會對外國人這樣 他應該是對亞洲人這樣 可是有英國人真的沒有禮貌 對 不是他們自己國家的人 而且他非常歧視啊 對 但是因為我一直講 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吧 好誇張喔 沒有 英國人就是 是不是 對 英國人就這樣 真的是這樣 英國人是這樣子 還好 因為他的聲音都很像殺他 對外國人來說太高了 太高了是不是 他們會覺得你開玩笑 你就故意的這樣講話 所以他們就守不了 因為外國人不會這樣講話這樣子 對 他這麼多年都是故意這樣講話 對 沒有 如果外國人 他們一定會覺得 你就故意的就笑他們了 對啊 他們說 對 因為有一點很假 對 我們來說很假 對 而且你知道一個解決的方法 你只要把你的手機放下去 他們就說 OK 好 可是你一直說 我的朋友 太棒了 然後他們說 你就把你的手機放下來 我覺得這個 就是有些那個跟賭場一樣 就是賭場就是不能拍照 那有些就是 那個日本的 有些現在那個 比較高價的店 也不能拍照 對 很對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 也是這個原因 巴西就是 美女酒吧 美女酒吧 這個巴西 有一個地方 在里約 里約有很多海邊嘛 有沒有 有一個海邊就是 最右邊 有一個 漂亮的一個酒吧 因為它是 它的就是它比較高一點嘛 所以你整個海邊都看得到 但是呢 這個酒吧 我跟你講 吃的有貴 喝的有貴 而且那個瓶子普通 但是很多人喜歡去那邊 而且全部是能的 因為 老本娘是一個 很讚的一個女生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所有的員工都是女生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呢 這個是好事 好事嘛對吧 但是呢 所有男生他們去那邊 他們就是會開始跟這些女生聊聊天啊 什麼的 所以那邊的老本娘非常非常的兇 就是兇的是不得了 因為他們可能已經 不想要就是有這麼多的巴西人去那邊 因為就是他們想要追這些女生嘛 太多費丹尼們了 沒有 沒有這麼多費丹尼 就有一個費丹尼而已 對 但是很多巴西人就去那邊 是因為他們想要去看這個女生 不管是東西是貴的 不好吃 生意還是做得很好 真的喔 對 美女酒吧 美女酒吧 就跟那個Hooters差不多一樣的概念啊 也是 食物不怎麼樣 但是 人家還是會去看女生啊 對 是不在吃東西啊 現在美國的Hooters還是這樣嗎 還是這樣啊 他們超大耶 沒有 沒有 我介紹另外一個美國的Hooters 另外一個 處理美食餐廳 對 有一個地方叫做Dick's Last Resort 迪克最後銅碟 不是那個 是人民的迪克 喔 對 然後 他是 像我朋友他跟我講說 他去這個餐廳的時候 他跟他的朋友帶他去 然後他到那個門口的時候 他朋友就說 一個桌子 然後那個人說 當然是桌子啊 不然你要吃在地上耶 然後 那個服務生就帶他們過去 座位 對不對 座位的時候那個服務生 那個態度很差 他就這樣 拿那個Menu就這樣丟啦 然後自己看一下 哇 對 他看完之後又回來說 那你們要點什麼 還沒想好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服務生 他說 還沒想好了 又不是青摩考耶 然後 結果那個朋友的朋友 我覺得你好適合去那裡當服務生喔 對 你也覺得 因為你就是滿嘴幹話的人 是不是 然後 我朋友在那邊 他就傻眼了 就是看他們兩個的對話 結果他的朋友也回他說 心情不好 最近老婆不給你是不是 結果那個服務生回他說 對啊 你媽媽也不給啊 喔 這樣也可以 他就這樣吵起來 好誇張喔 你好事 你在那邊 你一定一下就當店長了 發現 這個餐廳的主題就是 可以罵人的 員工可以罵你 你也可以罵員工 真的假的 對 那種發洩餐廳 對 然後就哇 他玩得好開心喔 他們隨便教人家 玩得好開心 對 比如說你在那邊說 你需要筷子 說你要筷子喔 你還要幾個了 全部給你好嗎 結果他們會這樣 然後 你點你的餐的時候 他給你那個餐廳的時候 他們會把那個帽子拿出來 放在頭上 三秒鐘或三公分 對 就寫一些就是 侮辱你的話 哇 羞辱你的話 然後有一些會這樣 有一些會這樣 我覺得你寫太長了 等一下 我幫助你們一下 這樣看得下去喔 哇塞 他會吃掉了啦 怎麼啦 不然他就是個餐廳 可是那個餐廳 應該每天 沒有人打架鬧事吧 對啊 因為你這樣弄到最後 這火都上來了 不吵架 有喝酒 會想要開過火 有的會發現 有賣酒嗎裡面 而且美國人那麼多人的槍 對啊 就他們不會啊 你進去之前 你就已經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是就是一個 裡面酒吧的是一個習慣嘛 大家會這樣子罵 對 因為他們玩得很開心 說實話就是一個 真的 就你今天想要罵這個客人 你都一直都沒辦法 但是你今天在這個餐廳 你隨便罵 美國也有這個 他叫 然後他也是一模一樣 他在芝加哥 然後我覺得很誇張 是因為美國的服務生 是很辛苦的 他們就很很nice 因為他們需要你的小費 對不對 他們如果沒有你的小費 他們就賺不到多少錢 所以其實這個餐廳 也是跟他的餐廳一樣 他就是很好吃 分量超大 你看 美國人真的很胖 是因為他們吃很多 所以其實他們漢堡很大 薯條很大 每個東西都很大 可是 以前那邊 他就會一直侮辱你 你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很nice說 嘿 你好 我只是想要這個 你真的是一個 他就一直會翻白眼 你看 柏里就演不出這種感覺 對 你看賈斯汀多適合 對 真的 因為美國人很喜歡反鳳 所以超級喜歡反鳳 所以他們就一直想要去這種餐廳 找麻煩 或者就被罵 被罵得很爽 就會覺得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覺得這種店在日本開得起來嗎 開不起來 開不起來了啦 可是我很好奇 你說他們靠小費 結果最後搞成這樣 他們小費還給得出來嗎 沒有 是因為 因為人就是有這個期待 他們可以被侮辱 他們可以被控制 侮辱越兇 你的小費越高 對 像SM的概念 可以被侮辱 可是沒有打架的風險 因為他們都是造勢故意的 所以可以講很多的 都不會到打架 我覺得台灣開這種店 應該會打架 對 而且店長就吃賈斯汀 就是賈斯汀粉 就是因為美國 其實西方人 比較愛開玩笑 就像我們意大利亞 也有在羅馬 有一個很有名的餐廳 叫La Baroccia La Baroccia La Baroccia 幼稚 就是髒話的意思 那為什麼叫這樣呢 因為 這是一個家庭料理 它是一個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的一個餐廳 然後叫髒 家庭的 它叫La Baroccia 然後這個家庭料理呢 這個髒話是什麼意思 就髒話 就髒話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老闆 從一開始 其實他態度非常非常的差 他從一開始都很容易 常常做菜的時候 他會罵客人 罵客人 但是他有發現 有時候客人走 有時候客人會笑 所以他們慢慢說 可以做一個點 然後他就把名字改成La Baroccia 然後到現在 如果你去那個餐廳的話 它是一個很好吃的 義大利麵啊 然後它就是 這那個什麼 任何就是義大利披薩 家庭料理 然後 他那個老闆一直一進補足飯 老闆站在客廳 站在那個大廳那邊 拿著麥克風 然後罵大家 蛤 就是 你就是叫客人進來 然後他就看你 你這個白癡 你去哪裡啊 坐那裡啦 然後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是 但是因為你進餐廳的時候 你看到的餐廳叫彰化 你已經去 可是海光陵 他不是海光陵 他是一個不能講 對 他會講一些不能講的東西 第一個 你一定去馬上被罵 所以這家餐廳 整家餐廳 唯一有紓壓 只有老闆一個人啊 可是老闆 對啊 對啊 他怎麼講黃陰光陵 我想進 你說彰化的部分嗎 對 比如說他們有一些人進來 阿斯特朗斯 阿斯特朗斯的意思就是 類似 玩八蛋 玩八蛋 玩八蛋這樣 之類的 但是比較難聽一點 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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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真的假的 然後你就 如果你知道還OK 如果你不知道 你會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說 這時候走進來 是黑手檔的 對嘛 就是 就是這種冒險是有啦 突然 對啊 歡迎光臨 真的 欸 你 你好適合演 揉揉喔你 但是 重點是 重點是 有新的客人 裡面有很多人 新的客人來 他們進來 被罵 餐廳裡面的人都笑 所以不是家庭的 家庭餐廳 是啊 是家庭餐廳 那小朋友也可以去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就餐廳 可以啊 因為義大利 這羅馬 羅馬其實屬於 大家都講很多髒話的地方 小朋友也被罵嗎 跟紐約一樣 跟紐約一樣 我要講的是 那個新加坡的那個碼頭邊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觀光客去那邊 他很多吃的嘛 那有一次我們去 我們朋友就說 我們剛剛吃了那麼多 這家螃蟹非常好吃 一定要去 超好吃 而且你沒有定位 你要等非常久 我們想說那就吃個宵夜 去嘗一下味道 我們大概從 站到那邊到進去 大概等了兩個多小時 你沒定位啊 我們就是零食去到那邊 零食喔 等了兩個多小時 那你知道因為是宵夜 所以我們只 我們大概去八個人 然後只叫了幾樣菜 然後三道螃蟹料理 你知道那服務生 看到我們叫三道螃蟹料理 他整個臉很臭耶 為什麼 他就說 你們一定吃不夠 三個不夠啦 三隻螃蟹八個人怎麼夠 他就一直講 我說不是因為我們剛剛 在那邊已經吃了 然後他整個態度 就讓你覺得 你怎麼會叫這麼少 因為太多人排隊 他覺得你叫三道螃蟹料理 然後做他一桌 然後你知道 你看到旁邊每一桌 天啊 少說到五六隻 你知道整桌都是螃蟹 你知道我們那天吃完那一桌 心情會不愉快 因為你就覺得他瞧不起你 然後你知道買單買了多少嗎 一萬粗耶 真的喔 三隻螃蟹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幾樣菜 其他幾樣菜 其他幾樣菜都不是螃蟹料理喔 超貴 然後你知道我一出來 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這樣都一萬出了 那其他桌 可是我們上次去 少說兩三萬耶 我們上次去 是一大桌 至少二十幾個人 對 也是一萬多啊 不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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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但因為我們有先定位啊 我們有先定位 然後也沒等 所以我對...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沒有定位 然後等了很久去到... 可是也不可能啊 對啊 你是多久去的 還滿久以前的啊 我大概也是五六年前去的耶 還是忠平哥把隔壁桌的單也買了 沒有 我那餐吃完 因為那餐是我們後來去付錢的嘛 那我付完之後 我就跟我老公說 為什麼這麼貴 因為這家是吳依林老師推薦我們去吃 他說一定要去吃 然後我吃完我就超好吃 很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啊 所以你們那麼多人 跟我們這樣點是一樣的價錢 而且我們還有點酒 天啊 可能是被灌單了吧 你看你都不預約 氣噗噗 我們日本也有耶 也有什麼 橫濱拉麵店 一開始這一家是為什麼那麼紅 是... 他會罵人 這個老闆很兇喔 而且呢 這個但是 不像那個你們的 是不是從義大利過來的 沒有沒有 他們不合理地罵 但是這個老闆 很兇喔 但是比如說 噴想死人女生 你又想誰 噴想死人是不是 走開 為什麼噴想死人 影響到味道 然後人家比如說 手機如果沒有那個 菁英 是誰的電話 走開 不用付錢去 走 不用浮錢耶 那 такой啊 滿順管的 你現在打給我 你們這一席還 就是你啊 你們這一席是白痴白癢的 我也願意被罵耶 但是這一家店是一開始 老闆很兇嘛 所以很多媒體 有採訪他 但是他對採訪的人也很兇喔 我誰教你站在那裡 就是他認真兇 但是Wendy是味道非常好吃 搭擺藏龍 然後從這家開始那個加系列的 橫濱系列的拉麵就開始流行 連那個Benzen泡麵的7-11有賣 非常好吃 那我買這個牌子的時候 7-11店員會對我兇嗎 沒有 怎麼可能啦 但是現在這個老闆就是Benzen現在藝人 後面就是真的變藝人 真的假的 搞笑藝人嗎 還是 沒有啦 常常常董告那一種的 然後就是一直罵罵罵罵到紅了 拉麵變趙哥 對啊 有可能喔 對啊 就是一直罵髒話 但是這一家真的很好吃啊 之前啊 就是在舊金山有一段時間 我們很喜歡去日本城吃東西 然後那一天有一間很有名的 就是吃壽司生魚片的啊 老闆也是超級兇 然後怎麼講 我們之前去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特別跟我講說 這間很好吃 但是妳手機請關靜音 不然到時候 如果你手機一想的話 老闆會把妳趕出去 我不信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進去的時候 我們那天真的 當場就看到有人在講電話 因為有的是老外會去那邊吃嘛 結果他真的就是接了電話在講 老闆已經先等他了 然後後來他繼續講 然後他直接被趕出去耶 就是你們那個 如果 而且也不太能聊天 如果說你跟他就是跟朋友 就說你沒有很認真地 在吃他的東西 妳在跟朋友聊天 他也會等你 哪裡好大喔 可是他東西好好吃喔 有這麼好吃 很好吃 應該的啊 對 哪一家啊 在日本城裡面 然後我不知道我朋友帶我去 後來我們就常常一直去吃 我覺得日本有很多 很奇怪的規則耶 日本城 舊金山日本城我們也去住 他有一家拉麵店很好吃 是啊 然後呢 他好像不給你 反正 比如說啦 我們好像是比如說點了麵 然後想要再加麵 他還不給你加麵 一個人就一碗 就這種無聊的規定 這一種 哪有無聊啊 沒吃飽怎樣 這個他有朋友 你在加什麼東西 你說一碗拉麵 不能加麵 當然啊 為什麼一碗拉麵不能加麵 真的啦 那個 因為第一個 你比如說 這個拉麵有沒有 就是那個加麵 加麵的習慣是重複剛開始 那麵條不一樣 那意思是 現在是完整的一個 對他們來的 包括你剛剛講的 日本料理也是 對叔父來的話 一個是他們的作品 所以就是希望是好好 那個珍惜就是這些東西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級獎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